每到上下半間封時段 路上總是擠滿滿滿的汽機車 而汽機車用了一段時間要報廢的話 現在也可以不用再跑監理站來辦理 過去的廢車的回收 是車體跟車牌分開 那我們一站式的回收 可以讓大家不用到櫃台去申辦 就可以直接在網路上面 24小時透過廢車回收 一站通的網頁來做廢車的回收 透過網頁全面電子化 不僅一年能減少120萬張紙 更能節省民眾往返監理站的時間 估計一年可以省下4億元的時間成本 且服務也在擴及到七合一 從車體回收 車籍報費 到氣燃費 牌照稅 以及獎勵金申請等 統統都能辦理 我們希望大家就是來網路 免在路上跑馬路 就可以把這些相關的申辦 一次把它完成 廢車回收已站通 從今年的1月上線到4月份 已經累積了20萬人申請 而現在為了推廣網頁 環保署也祭出加碼活動 民眾報廢之後 只要填寫問卷就能抽大獎 難免有一些回收商的服務品質 是被詬病的 那我們建立這樣子的一個滿意度的一個回饋的一個機制 可來鼓勵好的回收商 用市場機制讓民眾清楚看見業者的服務品質 也促進回收商的自我提升 環保署抽好康的活動 從即日起到6月底 祭出GoGoGoRow和iPhone等大獎 要鼓勵民眾利用網站報廢車子 讓舊車回收再利用 人定位是陳雲霆 陳怡萱 台北採訪報導